台北县一方国小的校长邱贤农涉嫌以九个不同的假身份上网和女网友交往 以婚身份的他还谎称是单身 东窗事发之后更要求网友不要张扬 但是有网友不堪秀入 出面控诉校长是网络色狼 根据了解受害的还不止一人 校长竟然化身网络银狼 服务于北县一方国小的校长邱贤农 在交友网站上谎称单身 以九个不同的假身份调美眉 上班时还外出约会上宾馆 受害网友小咪不甘受辱出面控诉 能联络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五点 然后之后晚上跟假日 他的手机都没有开机 他的理由是因为他要上课 谎称自己是补习班老师的邱贤农 跟女网友约会几乎不留证据 不过对话记录还是无法掩饰校长是批狼 一开口就问网友要不要替他生小孩 对话相当暧昧或是想尽办法 冤网友泡温泉砍夜景 以同样手法轴旋在众多网友之间 就我跟一些女网友的互动之后 我才知道她是用离婚身份去认识台北县市 一样是离婚的女网友 没想到东窗事发 邱贤农不断写信给小咪请求放他一马 目前邱贤农已经停止处分 但身为校长却行为不解 让教育界再度蒙羞